好 所以游戏的最后啊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感受 我在这一场游戏里面我得到什么 我的感想是什么 这个呢 会让别人 就是读者的表情 更有同理型 更有认同的感觉 这是你的感受 欢乐 对不对 而且还跟我们可爱的什么 对不对 屯神一起照 好 那我们一天好的游戏 是应该怎样的戏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个 把最鲜艳印象最深的几乎深入描写 好 来 请问一下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 你觉得呢 像哪 几年了 好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着重的写 对吗 好 来 瑞逊 摸水 摸水 哦 摸水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对不对 看赛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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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兴奋 而且期待 而且最后我们是不是有得到奖品 对 因为我们有抽到 对吗 对 喂那个牛 这个体验也是很棒 找到哪个木草喂 因为我们平常住在故事里面 有没有机会喂牛 没有 所以拿着到木草去 一定要体验一下 还有呢 摸兔子 摸兔子 很可爱 毛毛的 而且他会这样 跳来跳去 跟在那里 对吗 好 来 显出眼中所见 这些山水文物和名胜古迹的特色 大天后虽然没有名胜古迹 因为蒙古迹 也不是去什么 就是有建筑物的地方 就是去墨场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你见到的山啊 水啊 还有你的整个天气啊 如果你看到的景色 具体的描写出来就好 来 身在景色中 从心中所产生的美感 配合修辞 什么叫修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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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是摩写修辞 当天我可以写到什么摩写修辞 对写到当你所见 所听 还有闻到的可不可以写 我闻到你的味道 原来是什么 扭扭发出来的 好 房间的确有满力 好 那 替玉法是什么 我们 跑得向你正宫 这是替玉法 花式法是什么 举例来讲 之前老师 在你们的日记的时候 就有人说 我如果做这件事 回去 我就见不到 明天的太阳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什么 把方法都坐在后面 他们心里应该讲 我的小孩 怎么会说 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因为做了这些措施 可能回家在那 对 就有一些 等在等在你等 在家里等着你的厨 那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他把物品啊 甚至动物啊 用人的行为或情感去表达 这个是不是你人法 我们最近学的 而且最近还学到形象 形象狂更深入的 对吗 好 那如果用修辞 把你的文章里面加入这个修辞 是不是会让你的文章出起来 更生动 来 对景物的感觉 将他写出来 让没去过的人 也仿佛生力寂静 那一天没有去校外 只要学巧克力去属 好 那透过我们的描述 好 手放下去写 透过我们的描述 我们的形容 是不是能够让你怎样 也生力寂静 所以一篇好的游记 能够让读者怎么样 仿佛跟你一起去到那里了 是吗 好 有感想是游记的生命 所以最后啊 请你加一点 你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好 那么 一篇好的游记 虽然要有这些要因 可是有一些MG的 不可以的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 什么是流水战 好 变起 就是写一大串 然后 只有再讲一点点 重点的内容 只有 就是写了一大串 有人的游记 从前天晚上直写 哦 我好兴奋 所以我吃了晚餐之后 我就坐在椅子上 想了半天之后 翻来不去 睡不着 一直到12点 然后看着那 这个看着时钟 得得得得到 诶 写了 一年半 还没有写到 补兴故障 而且昨天还没写到 对不对 这个就叫什么 流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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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